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也说他年轻的时候见过张爱宁 他说在美国 李教授还是学生 然后张爱宁呢 有人请张爱宁去一个研讨会 张爱宁居然去了 因为我心中想说张爱宁不会去吧 他去 然后呢 李欧凡是学生呢 就负责去旅馆接他去 然后接他出来呢 李欧凡就说 跟他一起走路的时候呢 走到一半 张爱宁就是突然停下来 跟他指 你看那个花好漂亮 然后就找到树上面 花了几分钟 看花 这种对很美丽的事物 非常的专注 感觉完全对 一种喜欢喜悦 然后我好奇啊 朱天文你 有没有很遗憾 你没有机会见到张爱宁 你没见过他吧 没有啊 是啊 是啊 有没有过这样的遗憾说 没办法跟他聊过一次 不会啊 我觉得不会就是 其实最好的部分都在小说里 我们常常讲说是 你喜欢一个人的书的话 我觉得看他书就好了 不要见他本人吧 大部分都是失望的时候 吃鸡带好了 不要见母鸡了 我觉得不要 因为就我自己写作经验 我也是觉得说 他最好的部分其实都在书里了 我觉得 但是我也觉得 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会 就是说 你现在年龄比当年张爱玲的时候 大一些了 然后呢 你能够再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啊 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些破绽 是吧 看到一些他呀 靠着文字技巧 胡弄过去的东西 然后你也觉得很喜欢 很喜悦 看出破绽 你能看出张爱玲什么破绽 你能够举出来吗 实际例子是 是一时想不出来啊 总之我大概十几年前 我有机会就再看他一次东西 我发现他那个破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看他的 他的那个短篇小说集 就是传奇 23岁的时候啊 23岁24岁的时候 他的精彩的经典 全部是这个年龄写 23 24岁 多小啊 所以以前是看不出破绽 那现在看就是说 他经验所不足的部分 或者是他想象力 因此到达不了部分 可是他那个记忆 文字的记忆太厉害了 他就会那个 这样把它跳过去 用很漂亮的姿势 把它跳过去 所以那个 那个裂痕 或者是他经验不足部分 就连行家都看不出来 被他那个漂亮的记忆 就是这样跳过去 但是你后来我们自己 知道那个经验 知道种种 够的时候 这些地方你就晓得说 他是用他的文字 遮过去了 特别我觉得是像什么 第二炉香啊 之类的一些东西 特别会感受 像江爱宁那么多作品 你个人最 有没有最喜欢的 或是说每一天 当然我们知道 每一天各有特色 其实后来觉得 他的散文是偏偏喜欢 比他那个小说会有破绽 因为不一定 有些是虚构部分 那虚构部分 年龄到底有不足 就用那个漂亮的文字 盖过去 那但是散文部分 完全就是他当时 他的见解 他看书看画 看那个整个上海 看香港 就是细节 细节 所有的细节 实体 那这个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你看实体 我就像我刚刚讲的 最好的部分时候是 他也是食物 就是物 就是一个深度是在哪里 深度是隐藏的 藏在哪里 藏在表面 这个说法有意思 我看人就看表面 有深度 所以我常说文涛有深度 有深度 在哪里是藏在表面 那这个表面 所以最好的部分 我刚刚就是 或者是昨天吧 提到那个 就是忽兰庆讲的 其实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是讲说 女人 男人就是抽象化 就是把这个 背后东西跟这个物 把它分离开来了 就变成是有抽象的 有具体的 但是最好的时候呢 就像张爱玲的散文 是太精彩 就是又是物 可是它又是叙事 然后又是神话 又是名思 最好的部分是 都在一个小小的物里头 那就浑然天成一起了 就是我们讲精气 我们好比讲说 年轻人精气神是一体的 它没有分开的 那其实你物 就是物是一个表面 但是它的灵气 它的什么什么 都在里头了 抽象化意思 就男人抽象化 就是要看女人 要说明所以然 其实基本上 已经分开了 这样 你看哈 我们过去大陆人 这个革命年代 养成的一种思维定式 就是一说谁 就会说 它是什么主义 我的一直 照你感觉 你比如说像张爱玲 她的人生哲学 或者说她的这种社会 她就是食物 她类似于什么主义 拜悟教 我觉得不是拜悟 就好比说 好像很多人说 这个那个乌炎的话 里头像薄务志的写法 那薄务志 我觉得它不是拜悟 也不是恋悟 我觉得是 就是 就是 像我刚才